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Living the Dream,我是Apple 今天的主题是跑酷,相信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 跑酷又被称为城市挤走或移动的艺术 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人投入在练习这项运动 那跑酷到底是什么呢?它迷人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将在这集的节目中和大家介绍 这项运动由法国人所创立 其实没有什么规则 这项运动呢,只要将各种日常的设施当作障碍物 突破障碍,穿梭其中 而在练习的时候,思想也是很重要的 大胆而专注,才能将动作循序渐进的完成 我们访问到一位跑酷的玩家Jave 他本身的工作是一位幼稚园园长 时常在空闲的时候从事跑酷运动 我们透过这集的节目介绍 看到他对跑酷的热爱和他自己本身坚持的态度 透过跑酷,他是如何改变和自我调试 走 少爷,软身啊,来 跑过爱好者来自四面八方 透过眼神的凝视 肢体的跳动 不同的职业族群 但相同的是坚持的态度 误取不恼的意念 其实练久你会发现什么人都有 高的胖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 什么好个性坏个性,其实什么人都有 他是一个很没有限制的运动 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来练 我都说猫是师傅诶,猫超强的诶 猫真的很厉害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叫什么K-Lab,K-Work 其实很多也是源自于猫 在以前的社会里 攀爬高墙在高处进行危险性工作的都是工人 但现在就是第一次也有人在街头 做这些高难度动作 刚到台湾这陌生的环境 唯一能作伴且无法忘情的就是跑酷 Zona将这种信念和意志在台湾贯彻时中 这是一个人的坚持最热爱的运动 他就是老前面 一开始因为他来台湾,台湾才慢慢有 然后发生这个地方 发生这个地方 发生这个地方,然后跳下来 然后跳下来 我们英文都是跟他练的 我们这群人几乎都英文很准 今天他们没来的,我们不知道 不然你们会,应该会吓一跳 我们跟他们讲话也是 不小心忘记转回中文 挥着手用灿烂的笑容迎接每个人 他就是跑酷玩家Jave 一个大人和善,热情大方的人 不同于一般我们对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想象 这也是独机械的 机械变俯系,然后变跳舞 是我的本科系那种感觉 反正是阿伟,你带我去练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很收纳 然后因为他是国共同学嘛 他就带我接触这个运动 那时候我还在新竹 我只有六个日回来 我就跟他们出来 就好像交友的感觉 那种感觉很棒 一开始,其实我做什么都怕 感知也怕 然后一点点小小的距离 就很没上次那种感觉 对 我会觉得很可怕 然后就会觉得 为什么 然后就是想 诶,下次想要做到 很近 明明是你一定跳得到的地方 可是你会觉得 很恐怖 然后不敢做 可是你会纳闷 为什么 别人都做得很清楚 你就会想想 下次我要做到 受伤的手无法行动自如 从监定的眼神中 我们看到的 不单单只是受伤的肢体 而是那因为被迫暂停 不能继续练习的 无声叹息 Jeff常常背着一个大大的包包 背包的重量 除了来自急救用品之外 也背负着对跑酷的甜美负荷 面对着围观民众 口中说的危险运动 不要失误 安全第一 就是其实 尽量还是要把正面的东西 呈现给他们看 有人看的话 我们反而会更小心 一定是以路人优秀 最危险的 其实是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 每次的跑酷或许是种释放 跑出自己 翻过每个瓶颈 一群人下班 放学 急急忙忙地回到家 但心里头一直挂念的 就是跑酷 因为跑酷给了他们 可以在嘴角上挤出一丝笑容的力气 你习惯就好了 像我七八点下班 因为我离心动运动工业很近 过去练 就大概练 可能七点多 练到九点十点 小步 可能会这样 其实每天练的话还蛮奇怪的 然后我们离 礼拜三的话会去练功能 那礼拜四会去操作 运动人也不会拿自己的工作段接口 来不能去练 一定的啊 不一定是跑酷 其他所有运动都一样 那些练跳舞的人 他们很多也是 自己会有工作 是一样的 无论多么忙碌 他选择的是面对而不是逃避 或许现在大家还不知道 Jib的职业是什么 他继承家中事业 成为幼稚园园长 我在电视上 还好 Jib 可能你在电视上转转转 往他口中说着 和小朋友的互动过程 我们发现 在他铁汉的外表下 其实藏着一颗未明的铜心 之前还养了两面墙 第42个鱼道 194个鱼道 再次 晚上 204个鱼道 5个鱼道 9个鱼道 3个鱼道 1 5个鱼道 1 2 3 4 1 2 3 你說小朋友是比較好溝通嗎? 會有耶 可能不只兩種以上 你會了所有東西 你只要覺得這個場地是適合 你做這個動作 你都可以試試看 其實 都可以試試到這東西 不用說一定有人破了板 或者是 一定有所謂一個著急人 其實有些我們一些老人 我們不會特意再去留言 我們看到就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就會出來 不會再特意到上面去留言 說我要去 或不要去之類的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 我們有的共識就是 要主動 你是真的自己 會主動來練 那我 今天如果沒有那個著急的人 你就不練了嗎? 嗯 對 這是不對的 意見不合 其實 都會討論說 欸 你可能覺得怎樣比較好 或者是 你覺得什麼方式比較好 我覺得 是都會溝通 溝通不論 意見不合 倒是比較少聽到 會比較 當然會有一些是 比較特殊 比較偏激的人 也是會有的 但是你就是要 你只要你的觀念是正確的 你 你跟對方是互相正通 去討論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不太容易 面對衝突和夢想 他不斷挑戰 這 就是Jaze他的 忍生動力 相信大家更了解 跑酷這項運動 雖然他是極限運動 但只要懂得保護自己 做好運動前的暖身 就能免於運動傷害 或是將傷害降到最低 而看到受訪者 Jave練習跑酷時的那種熱情 以及對跑酷的熱愛 我們可以知道 當我們對一種事物 產生熱情時 對他的投入的積極度 可以讓這項事物 進而影響自己的態度 活出更精彩的自己 讓生命有不一樣的火花 希望各位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 能持續鎖定我們的新節目 我是Apple Living the Dream 我們下週再見